好 遇到连环车祸 民众该如何来处理呢 责任到底该如何划定 来看林大卫保险智库为您解析 今天我们来谈谈连环车祸 加州居民呢 几乎每一天都要开车 所以呢 常常大家听到就是连环车祸 连环车祸通常撞击力比较大 车祸赔赏呢 跟责任追究方面都比较复杂 理赔的数额呢 也是非常大的 举例来说好了 如果三部车追尾 由于第一部车紧急刹车 第二部车呢 停了下来 没有创上去 第三部车撞上第二部车 然后把这个第二部车推向第一部车 那么前两部车呢 损失都要由第三部车来理赔了 另外来说呢 如果是第二部车撞上第一部车 第三部车又创上第二部车 这个责任必须由第二部和第三部来分担 在保险公司看来 即使第一部车紧急刹车 导致了追尾事故 责任也是由后面的车来承担的 因为加州法律规定 车辆行止必须要保持距离 对于连环车祸 保险公司会怎么样来判断理赔呢 他第一个 他会将卷入车 这个事故的所有的驾驶员的口供 还有这个警察报告啊 还有是根据每一部车在车辆撞起 损坏那个部分来鉴定 还有第四点是根据刹车的痕迹 在马路上制造的痕迹 第五点呢 目击者的口供 当然卷入事故的车辆的人员不能当作目击者 遇到连环车祸一定要怎么样 找警察来处理 事故现场的安全状况下 一定要有人照相 并且与其他驾驶人员互通一下 互留一下信息了 加州法律规定 每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 他必须要拥有一万五千元的人体受伤的赔偿 但是我自己感觉这个赔偿是绝对不够的 而对方车辆损坏 损坏部分呢 加州法律规定只有五千块 所以一旦碰到连环车祸 理赔数目非常大的时候呢 拥有很多财产的家庭呢 最好呢 提高保障 再加一份余伞险 多一份保障呢 少一份担忧了